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其实现在在护理的行业里面 可能软舍的人手 其实都已经面对不足的情况 根据之前调查的18%的人手的不足率 但我们看到其实人口老化的时候 也会导致我们的人口的劳动力下降 其实我们就更加需要了解到 用科技或者掉落零科技的时候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顾客方面 第一对于长者来说 有些刚刚产品说到 可能都以十万计算太贵了 因为有些产品 好像这个落楼梯机 其实本身在香港是适用的 因为很多堂楼或者情况 我们发现没有电梯 那些长者是需要用的 但长者未必会自己买一部 就算他真的买了一部落楼梯机的时候 他都需要人配合才能用到 在这个情况 其实就是NGO 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情况 也都刚刚说到 我们现在看到有十亿的基金 可以给一些软舍 慢慢去考虑用的 这方面绝对是一个重复 其实普遍在所有科創都会面对 就是一个我们叫做死亡之谷的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大学有个研究的概念 去到正式商品化的时候 其实中间是需要很多钱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政府 相对于ITF方面 即是新的创科基金方面 都有些投入 引入产品都会面对一些 叫做文化上的差异 例如我举个例子 像你日本那样 洗澡机其实是相对成功的 但日本是纯上一个浸浴的文化 但我们华人方面 或者香港人 其实是在说一个沐浴的情况 所以其实就会导致 他们的洗澡机 未必那么适合 而香港是需要自己去研发的情况 另一个例子 可能好像美国那样 他的GPS的鞋子做得挺好的 因为香港的市场很小 那他未必有过 就是incentive 去把它转回入来的